一手好牌却打得稀了 自己的家底全都被败光 曾经的第三核大国的乌克兰 如今成了欧洲最穷的国家 据独立仅过去了三二几年 乌克兰为啥会沦落到如今的境地 今天 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 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等国戒让 国土面积为60.37万平方公里 是欧洲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人口约为4113万 乌克兰人均GDP为4835美元 仅有邻国俄罗斯人均GDP的30%左右 是经过国际认证过的欧洲最穷国家 除了警局落后之外 乌克兰的国土还处于分裂状态 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 基本没有拿回来的可能 东美尔的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两个州 也在2014年相继宣布独立 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他们还商量准备加入俄罗斯 只是他们的独立 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还在苏联时期的时候 凭借着自己优秀的地理位置 拥有全世界27%的黑土地 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 乌克兰成为当时苏联最受宠的载 什么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类的 统统安排在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的军工生产总量 甚至达到了苏联整体的三分之一 让欧洲众多国家瑟瑟发抖的核武器 大部分都产自于乌克兰 当苏联宣告解体之后 根据东西在谁家的地盘里 就归那个国家所有 乌克兰继承了苏联35%的遗产 广泛核武器数量就超过了1000多枚 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核大国 结果乌克兰这个外甲子 把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991年宣布独立的乌克兰 并没有过上想象中的幸福的日子 国民生活水平反而每况日下 乌克兰独立是独立了 只是以后过日子得全靠自己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让紧跟在苏联老大哥屁股背后 靠着大哥帮扶的乌克兰很不习惯 等苏联真的消失了 乌克兰才觉得 脸子 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呀 虽然乌克兰有辽阔的土地 但一直都属于发展 农业就没有赚到多少钱 而且农业的生产水平落后 没有钱也就不能改善生产水平 乌克兰还患上了苏联病 重工业极度发达 但轻工业区极度落后 不得不大量进口外国商品 价格贵得要命不说 这让本国的轻工业企业 错过了一个发展磨练的机会 另一方面 乌克兰虽然继承了众多核武器 但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维护成本 之前还能靠苏联提供支持 现在乌克兰只能钻在手里干瞪眼 因为它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军费 而一直忌惮乌克兰核武器的欧美国家发现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在面对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乌克兰 伸出了自己所谓的友好之手 哎呀你看看你啊 魔鬼炭虽然很厉害 要不我给你一笔钱 这些蘑菇蛋呢都销毁掉好了 干脆连军物业都放弃算了 以我保护你呢 你大可放心的 为了能够快速融入西方呢 乌克兰也是毫不犹豫的 把自己的优势和本领全部丢掉 从实力强悍的军事大国 沦落成了一个二流国家 任人宰割 欧美的这些国家呢 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市场 所以不断的鼓吹乌克兰 说计划经济又撒好的呀 你看看你还不是穷得一塌糊涂 你看看我们 哪个不是富得流油啊 所以啊 听我们的 赶紧市场全面自由化 结果呀 在全面自由化的过程中 大量的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 国家财富呢 都汇集到了几个寡头身上 而且他们还垄断了 国家各项重要的经济项目和领域 而这些寡头呢 为了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会利用手中雄厚的资金 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政治 资本呢 从来都是贪婪和充满血性的 一个垄断国家经济的领导人 只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地位 至于国家的未来 和民众的死活呢 谁在爱护呢 而且当国家出来的啥事 跑得最快的 就是这凶寡头 同时呢 分家出来的俄罗斯 也在经济改革中 自生了不少寡头 这些寡头啊 甚至嚣张地说 只要他们愿意 连猴子都能拉来当总统 哎呀 结果不幸的是啊 寡头们遇到了普京 然而幸运的是呢 俄罗斯拥有了普京 对付这些寡头呢 普京丝毫不会手软 该抓的抓 该蹲监狱的蹲监狱 普京以一种强硬的手段 维护了俄罗斯的社会 和政治稳定 反观演言出声的赫连斯基 将自己的国家 变成了北约 与俄罗斯对峙博弈的战场 整个国家到处都是战火和不安 乌克兰人民的幸福 自由的梦想 只会离他们越来越远 不知道如今饱受战乱的乌克兰人民 会不会怀念曾经 在苏联时的辉火 毕竟谁没有想到 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 曾经的强国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好了 本期这篇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Fast Day小手 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